這條影片就會講述Wikens的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這個Model就是解釋我們人類接收訊息的時候會經過什麼Process 由我們接收訊息去到我們作出Response之前會經過什麼Process 第一步就是Sensory Register 它的意思就是我們需要有一種能夠接收Information的器官 我們才可以接收到一些訊息 例如我們的眼睛如果盲了的話我們是接收不到視覺訊息 所以Sensory Register的意思就是我們需要有一些能夠接收Information的器官 我們接收到這些訊息之後就會落去我們的Perception Perception 換言之就是我們的感覺 我們會把這個意思放進一些我們接收到的訊息裡 因為訊息是沒有意思的 我們就會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或者根據當時的環境 就會給它一些意思 那些就叫做Perception 跟著我們經過了我們的感知之後 我們有一條線就直接去Response 那先講一下這條線先吧 那這條線直接去Response 就是中間我們不需要經過思考的 那這就是類似條件反射了 那在什麼情況之下呢 我們是會不用想直接跳過想的步驟 就去Response 例如我們可能感覺到我們就快炒車的時候 我們是會馬上撒車的嘛 我們不需要想的嘛 我們感覺到我們會炒車的時候 就馬上撒車 那這一種呢 我們就走上面那條線咀的 我們不需要Make Decision的 那繼續講到這裡先 那這裡呢 那我們Make Decision 就會有這些不同的Response給我們選擇 就叫做Selection 選擇完之後呢 我們呢 就會真是Execution 那就是Response Execution 那他做了Response之後呢 我們的Feedback 即我們的Response 是會影響回我們的Real World 那所以呢 就會又有新一輪的Information 讓我們Process的OK 那現在呢 我們就回去講這個 Working Memory 和Long Term Memory的位置 那Working Memory 就是說我們 我們想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腦子做Thinking的時候 做Simulation的時候呢 我們的Information呢 是要擠到我們的腦子裡 我們才可以 想到那些是什麼來的 那呢 那呢 當我們不斷思考的時候呢 就有可能會將我們那個 想到的東西呢 變成一個Long Term Memory 那簡單來說呢 Long Term Memory 就是我們的Lowledge 就是我們已經學到的東西了 OK 例如我們看到紅綠燈 我們呢 就會知道 穿紅燈是解不准走 OK 穿綠燈是解可以走 那這一種呢 就是類似Long Term Memory 我們是可以 很快速這樣 retreat回我們這個Memory出來的 然後呢 這個Memory呢 就會影響我們對那個 我們perceived了的Information 的Meaning 就是這樣了 最後呢 就說一下這個 Attention Resources 是些什麼來的 那這個Resources呢 就是一些 就是一些 Attention的資源 它呢就會影響 Perception Decision Making Response Selection 和這個 Response Execution OK 那這個Attention Resources 後面又會再詳細講的 簡單來說呢 這個Model呢 就六樣東西要記 OK 首先我們sensory的Register 接著我們有Perception 接著我們Working Memory Long Term Memory OK 然後呢我們有Feedback 那中間呢 就會有求Attention Resources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就會影響我們四樣東西的 分別就是 Percep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Response的Selection Response的Execution 那整個Model呢 大致上就是這樣了 Model Model Model